大家好 我是帥狗 願持利與你同在 提醒各位喔 這支影片是首播影片 如果你是有跟上首播的觀眾記得可以跟聊天室其他觀眾互動 或是如果你在影片中有任何的問題或意見你也可以直接在留言區告訴我 因為帥狗每次在首播進行的時候也會在聊天室裡面 如果你擔心你的意見別人聽不到或是想要很大聲的發表你的想法 歡迎使用超級留言 超級留言就算在首播結束之後依舊會存在於那支影片的狀態內 走播功能的用意就是YouTube官方希望我們創作者有另外一個方式可以跟觀眾互動 所以這是個非常有趣的環節 如果你之後不想錯過每次的首播除了幫我照顧一下兩大魔王訂閱和鈴鐺之外 也要把鈴鐺設為響亮的狀態喔 因為如果你已經加入頻道會員成為磁力軍團的一份子 記得在關鍵時刻說出你的擋陣喔 遠馳力與你同在 混沌士兵在DM世界中擁有最強戰士美誼 造型設計的相當抽象 坦白說看這麼多年 我真的不清楚混沌戰士的設計是怎麼一回事 說到混沌戰士啊 他第一次登場就給人留下印象深刻的記憶 等級8 地屬性 戰士組 攻擊3000 防禦2500 哇 跟青眼白龍一模一樣的戰力在當時實在是嚇死人啊 初次亮相是 遊戲對決孔雀5 由於一開始遊戲太過輕敵 使得正常遊戲的風向倒向孔雀5那邊 索性有強大的主角光環 才讓遊戲在最後一刻抽出混沌的儀式 犧牲黑暗騎士蓋亞跟小精靈 透過光暗的洗禮儀式召喚混沌士兵 一出場就散發了 異常詭異的紫氣嚇壞了孔雀5 隨後一刀直接劈開孔雀5的戰術核心 神鷹寶貝龍 瞬間讓孔雀5失去戰力 選擇投降 其實只是因為孔雀5的牌組裡面 攻擊力能夠超越3000的怪獸 貝爾斯啊 你看清楚啊 你設計遊戲平和在哭泣啊 其實混沌戰士在漫畫中的設定 跟動畫不太一樣 在漫畫中混沌戰士是由黑暗騎士蓋亞進化而成 甚至有可能啊 沒有黑暗騎士蓋亞就不能召喚的可能性 混沌士兵可以說是非常奇葩的怪獸 這麼多年了 最初版的混沌士兵 居然沒有出過第二種卡圖 原本命運跟他一樣失寵的FGD五頭神龍 居然在近期背叛了他 最近產品錯了一張新的圖 畫得還非常帥氣 既然聊到FGD 就不得不聊跟他們兩個有關的傳說 FGD號稱是遊戲王DM時期最強的邪惡之龍 只有傳說中最強的戰士 跟最強之龍結合才能夠擊敗他 而這個傳說中的組合 便是遊戲的混沌士兵 跟海馬的青眼究極龍 融合誕生的究極龍騎士 究極龍騎士擁有完全克制FGD的屬性 光跟神 是唯一能夠對FGD造成傷害的屬性 究極龍騎士等級12 光屬性 龍族效果怪獸 攻擊力跟防禦力都是5000 他只能用混沌士兵 加青眼究極龍才能融合特殊召喚 效果是 場上除此卡以外 場上沒有一隻龍族怪獸 攻擊力就能夠上升500分 地殺技名稱非常的霸氣 銀河又天崩地裂 在DN時期登場過兩次 嚴格來說是三次 第一次是初次對決FGD 就在遊戲方幾乎全滅的情況下 FGD做錯了一件事 那便是先送走了木馬 雖然說是他自己跑出來坦傷害的 但如果先送走的是海馬 就不會因為進入地控 而誕生究極龍騎士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偶爾事實的送幾顆頭是有必要的 但前期是得有人會為你向敵人暴氣 而不是對你暴氣 第二次登場便是與杜馬的最高首領 達茲的對決 遊戲跟海馬都知道達茲這個對手多強 所以一開始呢 就只用最快的速度 召喚救極龍騎士 他們最強的外獸 可惜出場好像不到兩回合吧 就被幹掉了 好 至於第三次呢 可能就真的比較勉強了 是第一篇裡遊戲對決左克的時候呢 他讓海馬用親眼救極龍蹲自己融合 然後他變成了救極龍騎士 呵呵 好鬼畜的play 嚴格來講還馬你老婆被人給騎咧 再來我們即將進入混沌戰士的延伸卡片喔 第一張就是轟動一時 首次讓我體會到遊戲網是猜拳遊戲的 混沌士兵開闢試者 如果說上次介紹的人造人是動畫檔的強大記憶點 那麼開闢試者我覺得剩上史卡的強大記憶點 等級8 光屬性 戰士族 特殊召喚效果怪獸 攻擊率3000 防禦2500 召喚條件是移除自己目的一隻光屬性 還有暗屬性怪獸就可以特殊召喚 以下效果一會只能選擇一個使用一次 此卡一旦戰鬥破壞對方怪獸 就能夠再發動一次攻擊 另一個效果 能夠選擇對方場上一隻怪獸除外 但這回合此卡不能發動攻擊 除 除了這個字 我想不到第二個能夠形容開闢試者的字 召喚條件在當時還有天使使者的環境喔 可以說是非常簡單 擁有高打點 碰到打不贏的 還可以直接移除 這麼強大的怪獸 在當時還是許多決鬥者渴望擁有的卡片 在搭配上設計感相當神秘的卡圖 更是替開闢試者添增不少強者霸氣 聖戰士混沌士兵 等級8光屬性戰士族 效果怪獸 攻擊3000防禦2500 聖戰士混沌士兵的第一個效果 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此卡偷造光成功時 選擇自己除外區的一隻光屬性或暗屬性怪獸 跟對方場上一張卡片為對象才能發動 我方的卡片從除外區回到墓地 對方的卡片除外 第二個效果 此卡在戰鬥破壞對方的卡片時發動 選擇我方墓地一隻等級7以下的戰士族怪獸 加入手牌 此卡雖然能夠選擇一般的升級召喚 或特殊召喚讓此卡出場 但沒有內建特殊召喚能力 再加上效果並不是特別實用 上述兩項加起來 使得他在史卡環境 幾乎沒有露臉的機會 混沌士兵 效暗的使者 等級8 戰士族 暗屬性 特殊召喚效果怪獸 攻擊3000防禦2500 此卡不能通常召喚 只能在墓地光屬性跟暗屬性怪獸數量相同時 除外一方才能夠特殊召喚 只要此卡在場上使同光屬性 此卡會因為除外的屬性不同 而獲得不同的效果 而且發動任何一個效果之後 都不能進入戰鬥階段 第一個效果 移除光屬性特殊召喚的此卡 可以移除場上一隻怪獸 第二個效果 移除暗屬性特殊召喚的此卡 隨機選擇對手一張手牌 理側除外 唉這張卡的問題就非常的多 首先要如何控制好目的怪獸屬性數量平衡 這個難度太高 而且就算召喚成功了 效果也蠻普通的 特別是移除暗屬性的效果 也是吃隨機 太看臉了不適合每個玩家 因此這張卡出場率 真的也不高 超戰士混沌戰士 等級8戰士族地屬性 儀式效果怪獸 攻擊3000防禦2500 可使用超戰士的儀式特殊召喚 一回合只能召喚一隻超戰士 第一個效果 此卡戰鬥成功 將怪獸破壞收入目的時 能夠給予對方該怪獸的原攻擊力傷害 第二個效果 此卡因為對方卡片效果破壞 或戰鬥破壞收入目的時 能夠特殊召喚一隻 黑暗騎士蓋亞 帥狗之前組過這個主題的牌組 玩了一小段時間 強度也只有二線中庸 是個非常適合交流的牌組 但我的牌組並沒有搭配非常多的黑暗騎士 主要是黑暗騎士如果放太多 會容易卡牌 特化純儀式 爆發力會比較強也比較穩 這樣卡出的戰鬥可以最佳傷害外 還能夠在被破壞時 特殊召喚是黑暗騎士蓋亞 算是提供一點續航能力 但依我的經驗 這續航能力說真的有等於沒有 通常復活的怪獸都是為了進行 第二次的儀式召喚準備的 不過還可以 這部牌組還不到不能玩 虛威性夠高 只是真的不強 混沌戰士 混沌士兵 Link 3 戰士族 地屬性 延結效果怪獸 攻擊力3000 延結端是 上 左下 右下 此卡得用三隻不同名稱的怪獸 Link召喚 第一個效果 此卡的召喚數才有等級7以上的怪獸時 此卡不會成為對手的卡片效果對象 也不會被對方的卡片效果破壞 果然指令抗性跟破壞抗性 未來會越來越成為標配 第二個效果 此卡戰鬥破壞對方怪獸時 能夠選擇其中一個發動 1 此卡攻擊上升500 2 此卡在下次戰鬥時 能夠攻擊癢4 3 一出場上一張卡 Link 3攻擊力有3000 且如果等級7以上的怪獸當作召喚素材 又有抗性 看起來是一張很不錯的怪獸 但第二個效果 在戰破後才能夠發動 是硬傷 有達成的條件 且不是自己能全面控制的 同樣是Link 3 會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因此鮮少看到這張卡 投入實戰 好 這次混沌戰士的卡片介紹就到這邊 未來帥狗會陸續介紹二代之後的卡片 如果想認識更多帥氣的怪獸 或是看美希作品的介紹 那請幫我照顧一下兩大魔王丟鈕和鈴鐺啊 而且鈴鐺啊 一定要打成像樣的狀態 才會有用喔 這樣你就不會更丟未來所有的影片啦 再來我們進入Q&A環節 首先是鄭凱人 這人造人太醜 圖面可以改成2B或A2小姐姐 會受歡迎一點 嗯 身為條充滿正能量的紳士 我必須唾棄你這種單純的想法 什麼叫受歡迎一點 肯定是得賣爆啊 下一位是狐狸 何時更新加布獸亞種 我回答你這個問題的時候 加布獸的影片已經更新了 再來你恐怕會問我 那鋼鐵加入的 什麼時候更新 這個齁 這會看官拉張椅子 我慢慢跟你說 等就對了 我的頻道也經營了4年喔 快5年 已然轉直成大範圍的ACG創作頻道 我得盡全力照顧好每一個不同喜好的客群 每一個主題的影片 我盡量不讓各位等超過兩週 這已經是我能夠做的最大努力了 只是美慢的狀況真的比較複雜 所以才會拖了特別的久 希望你能夠多多體諒 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算我被主題的影片 大約是下週 下一位是Kindy喔 不知道我這樣讀有沒有讀對 帥狗下次可以做HERO牌組嗎 你看到下方的留言了嗎 大家已經把我憂鬱的點全部講出來了 HERO這個坑啊 太深太大了 真的要做真的是 有完沒完 而且HERO好像上個禮拜吧 還是不久前又發布兩張新卡 這個HERO WOW WOW 暫時我沒想過去碰這個 燙手山芋吧 下一位是傳說中的死內控 光憑這個ID 我們就已經是朋友了 銀河岩 我要看銀河岩 遊戲王岩池天花板及怪獸 恩 銀河岩算不算遊戲王岩池天花板 這個 我們可能想法不同啊 但是我還真的蠻喜歡銀河岩時空龍的 銀河岩這個主題不錯不錯不錯 不過一樣得等 謝謝 還有 不要忘了去看盧武秀的電影喔 帥狗不久後也回去看啦 好以上就是這支影片的全部內容 希望各位會喜歡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See you